第561章 天人魂 戎 轰鸣滔天 火魂剑直接爆开 形成的冲击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扩散开来 使得那红色长枪一顿 可也仅仅是一顿就再次呼啸而去 直接穿透了火魂剑 催枯拉朽 直奔白小春而来 眨眼间 白小春就与那红色长枪碰到了一起 声响传出轰动藏弓 四周的墙壁 地面 全部四分五裂时 白小春化作的石杖巨人 寸寸碎裂 砰的一声 直接爆开 露出了里面喷出鲜血的白小春的身影 她的面前 还有一口龟文锅 此刻正躲在龟文锅后 鲜血狂喷 倒卷而退 虽没有死亡 可身体内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要四分五裂 骨头也好 血肉也罢 都要崩溃 已然是油尽灯库 身体在这大力下倒卷而去 白小春苦笑起来 目中露出了绝望 她知道 方才那一瞬 若非是龟文锅 自己必死无疑 那毕竟是天人 而她体内的神虚丹热浪一块枯竭 挣扎中 白小春再次取出了一枚神虚丹 一口吞下 这是她储物带内 最后一枚了 这一枚吞下后 她若再有了伤势 无法瞬间恢复不说 甚至没有了神虚丹的持续恢复 她在那红尘女的出手下 也必定毫无生机 而她这一战 能用的手段几乎全部都用上了 可在那天人之力下 根本就是收效甚微 这红尘女欲杀自己之心 强烈无比 毕竟无论是天人魂本身 还是天人魂的使用方法 又或者是蛮荒对自己的仇恨 任何一个方面 都足以让那红尘女 毫不迟疑地灭杀自己 同时 传颂之力 此刻在这藏宫内 虽说已是飞速地扩散 可在白小春的感受中 自己这么下去 怕是无法等到传颂开启了 居然还不死 红尘女要抓狂了 她身为天人 击杀一个金丹大圆满的修士 虽有自身原因在 可几次三番 竟还没有灭杀 这若是传出去 必定让外界轰动 匪夷所思之计 恐怕更多是对自己的耻笑 尤其是那口锅 居然能阻挡自己的红色长枪 这让红尘女双眼一闪 一步走出 再次杀向白小春 这一次 她在走出时 体内修为腾然而起 甚至在她的身后 都出现了一尊巨大的法香 那是一个庞大的头颅 这头颅 正是红尘女自己 天人施展法香与否 战力截然不同 不过法香施展 耗费修为极大 一般都是天人之间斗法时才会展开 可眼下 为了杀白小春 红尘女着急中已不在乎了 眼看红尘女身后法香出现 白小春惨然一笑中 双目内赤红一片 露出疯狂 没有别的办法了 眼下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再坚持一些时间 或许可以等到传送开始 逃过这生死杀减 虽这个办法 会将我逼到绝路 可小命应该会保住 拼了 白小春目的疯狂更为强烈 这些念头 在她脑海如闪电般急速划过后 她也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在红尘女灭杀而来的刹那 白小春大吼一声 右手猛地一拍储物带 顿时她手中出现了蓝白色的玉镯 那玉镯内的天人魂 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白小春取出这玉镯的刹那 红尘女面色猛地一变 思想到了什么 怒吼一声 白小春 你敢 话语间 红尘女速度更快 轰鸣而来 右手抬起时 向着白小春狠狠一拍 这一拍之下 似乎这藏宫内的一切气息 都被红尘女吸来 融入到了手掌中 一击之下 仿佛凝聚了八方天地 向着白小春碾压而来 她身后的法箱 一样称目圆瞪 随着红尘女的拍下 这法箱也瞬息模糊而出 直奔白小春 红尘贱人 这是你逼我的 白小春恨恨恨到 在红尘女来临的瞬间 她没有半点迟疑 一把捏碎了手中的玉镯 在玉镯碎裂的同时 在其内那天人魂飘出的刹那 白小春的目中 露出决绝之意 双手急速掐绝 口中传出一声嘀吼 天人魂 容 几乎在白小春开口的一瞬 那天人魂猛地直奔白小春而去 再融入她胸口的刹那 红尘女的那一掌 轰鸣而来 直接就落在了白小春的身前 坍塌了虚无 崩溃了八方 白小春喷出鲜血 头发衣物狂乱 面容凹陷扭曲 甚至可以看到她的血肉 都在这一刻 急速地被剥离出去 可同时却有一股惊人的波动 在这一刻 从白小春体内猛然爆开 随着爆发 她的身体竟出现了重叠的虚影 这虚影出现后 静猛地分开 仿佛 有一个人 从白小春的身体内一步走出 此人的样子 与白小春一模一样 天人魂分身 红尘女目中满步杀意 声音尖锐 这身影 正是白小春的天人魂分身 这分身刚一出现 竟具备完全的修为 与白小春自身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此刻出现后 她一把 就抓住白小春的本尊 闪身挡在了白小春本尊的身前 以自身之力 去抵抗来自红尘女的怒火 瞬间 白小春的这具分身 就一样血肉模糊 可却咬着牙 疯狂地随着白小春的本尊一起 急速后退 与此同时 白小春的本尊 没有半点停顿 在这危机关头 在这生死一瞬 在红尘女那里的怒艳高吃之下 她竟再次一排储物蛋 你奶奶的 老子竟然吸了天人魂 一个也是吸 两个也是吸 和我玩 你家白爷也玩死你 白小春咬牙中神色很利 取出了杜琳飞送给她的天人魂 毫不迟疑地 将其直接拍在了胸口 按照天人魂的使用方法 漠然一吸 你 这不可能 这一幕 被红尘女亲眼目睹 她睁大了眼 脑海在这一刻都嗡鸣起来 带着难以置信 女不可思议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白小春那里 居然还有额外的天人魂 该死 红尘女简直要发狂了 挥手间 她的掌印就要崩溃一切 在这碾压下 要去将白小春的本尊与分身 全部彻底摧毁 可就在这时 白小春本尊的身体 重叠再现 就在其本尊与水分身无法坚持 已经血肉大量模糊 甚至生命之火 就要熄灭的瞬间 白小春本尊体内 直接冲出了第二道分身 正是她的火分身 这分身一出 直接就站在了水分身的前方 凭着自身的修为与战力 大吼一声 全力阻挡 眨眼的功夫 这火分身 就鲜血狂喷 身体瞬间如药被抹去 血肉剥离 露出了骨头 甚至那骨头都在碎裂 可这么一耽搁 使得白小春本尊这里 没有被灭杀 依旧存在 两个分身又如何 给我死 红尘女有种被羞辱之感 她此番击杀 难度之大 让她此刻都觉得匪夷所思 更让她觉得后悔的 是没想到白小春这里 居然有两个天人魂 若是她之前就知道 那么哪怕凭着 被那射光重创 也要一出手 就如现在这样的权力 可让她更没有想到 甚至脑海如有天雷炸开的 是接下来的这一幕 在那两大分身全力抵抗 保护白小春本尊的瞬间 白小春本尊这里 在红尘女的木凳口呆下 居然又取出了一个天人魂 一枚青色的玉石核桃 被白小春直接捏碎拍在胸口 在这第三个天人魂 被白小春吸收后 她的身体内 第三尊分身 木分身 骤然而出 三大分身在前 齐齐阻挡那来自红尘女的手掌 甚至与本尊一起 四人同时发出震天之后 吼声中充满了不甘 更多的却是不屈的挣扎 这一幕画面 让红尘女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荒谬的感觉充斥心神 甚至看向白小春时 仿佛在看一个怪物一样 她做梦也想不到 白小春的天人魂 居然这么多 不可能 你你你 你有几个天人魂 红尘女声音都坚立起来 她是心痛 心痛到了极致 更有懊悔 懊悔到了 肠子都毁清了 第562章 受找思天 不管你有几个天人魂 就算你现在成就天道原因 今天 你也必须死 红尘女狂躁一场 此刻神色扭曲 声音尖锐 似乎气急败坏 她的法相猛地扩大 如化作了一轮太阳 向着白小春那里 轰鸣而去 此刻 白小春的本尊 与三大分身 正在抵抗来自 红尘女的那天人一掌 换了任何一个分身 在这一掌下 都将形神俱灭 而眼下 三大分身与本尊一起对抗 虽还是必死无疑 可却使得这死亡的时间 向后拖延了不少 也正是在这一瞬 这藏宫 在这不断地崩溃坍塌中 四周的墙壁 开始大范围地倒下 与此同时 弥漫在这地宫内的 庞大的传送阵 此刻在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 这一瞬 在这地宫内 不管什么范围 无论是迷宫 还是试炼之地 又或者是藏宫中 所有存在之人 他们的身上 都在这一刹那 散发出了传送光芒 这传送阵 在这地宫里无处不在 随着传送之光的出现 迷宫中 那些生存下来的人们 一个个都激动起来 还有试炼之地里 陈鹤天集合了所有人 虽轰破了那虚无的凹陷 可却没有想到 在那虚无背后 依旧还是一片虚无 可他们也不需要绝望了 随着一个个身体四周 出现了传送光芒后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大气 终于可以出去了 不过这传送阵如此庞大 这一次被传送 会传送到什么地方 怕什么 我们本就是圣族 只要是在蛮荒内 在哪里都是一样 嘿嘿 说不定能被传送 进通天世界里 这样的议论 在这地宫中不断地出现 每个人都有些放松 在等待传送的开始 同样的 在藏宫内 白小春的身上 也在这一刻 出现了传送光芒 红尘女也是这样 在白小春精神振奋的瞬间 红尘女 则是怒意瞬间爆发 她若是让白小春 真的逃出了这里 那么她自己都觉得 自身没用到了极点 这对她而言 将是这一生最大的耻辱 此刻心神 似乎都被怒火点燃 声音也都凄厉起来 白小春 你逃不掉 在这凄厉中 她的法相轰鸣而去 直奔白小春 似要将白小春 连同她附近的一切 全部碾成飞灰 前一瞬 传送光的出现 让白小春看到了 自己坚持到了现在 从而获得的希望 可下一瞬 随着那法相的呼啸而来 白小春的希望 顿时就仿佛 风中摇曳的烛火一样 随时可能熄灭 我岂能死在这里 白小春目中血丝之多 使得双眼彻底成为了红色 不但是其本尊如此 她的三大分身 也都这样 一个个怒吼时 白小春壮若疯癫 其本尊仰天大吼 这一刻 什么修为 什么灵力 她都不在乎了 希望就在眼前 若熬不过去 她将生死盗销 人山绝 白小春 本尊哪怕重伤 也依旧咆哮 身体轰的一声 直接化作了十丈十人 与此同时 一样的声音 从她的三大分身口中 也都传遍四方 人山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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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三大分身的开口 三尊一模一样的十丈十人 同时出现 这四尊巨人在一起 向着那来临的掌印法 相对抗的同时 又继续有怒吼 悍然传出 水泽 国斗 四尊十人 竟齐齐掐绝 向着大地猛的一案 这一案之下 轰鸣之声 汗天动地 藏宫的地面 在这一刻 瞬间就化作了一片水泽世界 甚至 在这残破的藏宫边缘 更远的虚无中 在这一刻 也都弥漫了水泽 因为这不是一个水泽国度 这是 四个 而四个水泽国度 因其同源 所以在施掌后 并非叠加 而是蔓延看来 如同是 将一个水泽国度的范围 扩大了四倍 四倍的距离 对于水泽国度而言 意义完全不一样 在展开这水泽国度的刹那 一声 似乎从远古传来的兽吼 直接就从地面的水泽中 猛烈地传出 仅仅是声音 就让红尘女面色一变 这声音并非只在藏宫内回荡 甚至都传入到了试炼之地 传入到了迷宫中 使得这一瞬 听到这兽吼之人极多 我的本命之兽 出来 白小唇仰天狂吼 声音都有些嘶哑 身体颤抖中 他的修为与生机 在这一刻疯狂地宣泄出去 与此同时 他的三大分身 一样这般 在这咆哮中 从这水泽地面上出现的 居然不是如以前那样的历次 而是出现了 五座弯曲的山峰 这五座弯曲的山峰 直接从这水泽地面上 冲天而起 仔细去看 这也根本就不是山峰 这是 一个其庞大的程度无法形容的 巨大的兽爪上 五根弯曲的黑色指甲 这五根指甲在冲天而起时 甚至都看到了 在这水泽地面上 凸起的无数如大树般的黑色毛发 还有在那毛发下 似乎藏着的青色的皮肤 只不过这爪子巨大无比 就算是水泽国度扩展了四倍 一样无法全部伸出 只能将爪子的指甲露出而已 在出现后 向着那来临的法香与掌印 轰然倒下 直接拍去 这一幕 若是定格为一幅画 必定令世人害意非常 那五根爪子 在刹那间与法香掌印碰触后 掌印首先颤抖 直接崩溃 被撕裂开来 而那如太阳般的法香 在这一刻 也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使得那轰鸣巨响 化作了一股狂暴的冲击 向着四周 轰隆隆地横扫而去 瞬间 这四周残破的藏宫 就直接彻底地崩溃爆开 化作了无数的碎块 激射远去 弥漫在了藏宫外 漆黑的虚无中 甚至更远处 还可以看到 陈鹤天他们等人的身影 他们显然 也都注意到了这里 一个个面色变化 纷纷心神震撼 白小唇的身体 在这冲击下 也都倒退而去 化作的食人层层碎裂 崩溃开来 最终露出了其内他的身躯 鲜血从白小唇口中喷出 他的三大分身 已然化作白光 急速地融入到了 白小唇的本尊体内 白小唇可以感受到 自己的三大分身 都已被重创 水分身失去了半个身体 火分身的胸口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最惨的是木分身 只剩下了一个头颅 白小唇本尊 此刻虽四肢完整 可伤势一样极重 全身骨头都碎裂 存在的血肉 不到一半 就连头骨 也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仿佛随时可以爆开 这还是白小唇 施展水泽国度前 先展开了人山绝 有人山绝的防护 此刻虽再次被重创 可却没有立刻死亡 若是没有人山绝的防护 怕是眼下 在那冲击中 他与分身 都将灰飞烟灭 白小唇连惨笑的力气 都没有了 他的眼前有些模糊 此刻全身都无法移动丝毫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命之火 正在剧烈地摇晃 若能好好修养的话还好 以他的肉身之力 还有恢复的可能 但眼下 他实在是 用尽了全部手段 再也经不起一丝一毫的风暴 远处 陈鹤天等人 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切 照天骄与陈月山交集 陈鹤天瞳孔收缩 周一星也在人群内 神色激动 白小唇 你也有惊天 周一星没看清白小唇有分身 不仅是他 旁人也都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 此刻周一星正要狂笑 就在这时 突然的 轰鸣之声 在这藏宫内猛然传出 众人身体外的传颂之光 瞬间璀璨 周一星还没等笑声传出 身体就刹那模糊 他四周其他人 纷纷如此 白小唇这里 也终于等到了最终的传颂时刻 他的身体刹那就模糊起来 眼看就要被传颂否 白小唇 一声凄厉无比的尖音 从那崩溃的藏宫内传出 红尘女披头散发的身影 猛地一步走出 第563章 销声匿迹 往日里 绝美无双 容颜似吹弹可破 身自凹凸诱人的红尘女 此刻狼狈不堪 她浑身颤抖 那不是受伤造成 而是愤怒 她在这之前 无论如何也都想不到 白小唇 居然如此难杀 此刻她全身上下 都弥漫了红点 那是她扛着诅咒 来击杀白小唇 承受的代价 这对一个女子来说 代价极大 自己可以将这诅咒慢慢清除 可如今全身上下的 仰麻与刺痛 让她整个人已然疯了 白小唇 红尘女尖叫一声 她对白小唇的恨 此刻已然是刻骨铭心 不共戴天 尽管全身上下 传送之光璀璨 身影都在模糊 可眼看白小唇居然还没死 红尘女目中露出疯狂 身体瞬间向着白小唇 猛地一步走去 她要在这传送前 将白小唇击杀 白小唇不死 她不安心 可以说 在这一次葬公之事前 她虽厌恶白小唇 可大都是来自白小唇 那具魂丹 以及炸炉 给蛮荒带来的损失与羞辱 另外就是之前那一战中 长城高塔真灵士 放出的磅礴魂巢 使得她负责的这些年的战事 总是不利 这才对白小唇 有了杀鸡与厌恶 可实际上 在她的心里 以她的身份与修为 白小唇只不过是蝼蚁而已 早晚都会被灭去 虽能影响一些战局 可却对她自身 没有丝毫的威胁 但如今 则截然不同 在那藏宫内 若是换了其他人 哪怕就算是原因 也几乎不可能 在她的手中活到现在 更别说一个 结单大圆满了 可这一切 白小唇做到了 不但做到了 甚至还让红尘女 这里灰头土脸 尤其是一想到 白小唇手中 居然有三个天人魂 红尘女就无法平静 此人身上有大秘密 她如今已经 快要成长起来了 若再给她一些时间 怕是此人以后的 要比今天还要惊人 会成为大患 且我与她之间 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若放过了她 岂能甘心 红尘女婴牙一咬 在身体即将要被传送 甚至都开始模糊的瞬间 猛地靠近了白小唇 她右手抬起 就要去对白小唇这里 进行最后的灭杀 让她死在这里 死在眼前 她才可安心 实在是白小唇这里的 难杀程度 及未来可能成长的高度 让她都生起了忌惮之意 眼看危机 白小唇虽被传送 虽身体飞速模糊 可按照这个速度去看 怕是她再被传送出去的一瞬 红尘女的灭杀也会到来 十有八九 将会魂飞魄散 就算是传送出去了 也将化作一具尸体 就在这一刹那 白小唇无神的双眼 陡然露出了金芒 四体内最后一缕生机 在这危机的逼迫下 骤然迸发 她身体无法动弹 她修为几乎枯萎 她肉身受伤极为严重 可她不想死 她想要活着 她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去做 她还没有长生 我要长生 我不能死 白小唇内心似有一个声音 在疯狂怒吼 她眼帘垂下盖住双眼 而她的眉心上 通天法眼 此时漠然睁开 不仅仅是她本尊如此 在她体内的三大分身 全部都在这一刹那 眉心出现了通天法眼 仿佛是四个通天法眼 重叠在了一起 在这一刻 猛地 看向红尘女 轰轰轰 通天法眼内 白小唇的玉力在这一瞬 全面爆发出来 哪怕是通天法眼 都剧烈刺痛 仿佛要碎面 可她依旧还是不管不顾 怒目凝望红尘女 轰铃中 红尘女冲来的身影 在这半空中猛的一顿 这停顿只是刹那 就立刻恢复 可终究还是顿了一下 这一顿 白小唇通天法眼 先血流下 身体之间模糊 传送之力彻底展开 在那传送之力下 骤然 消失 几乎在她消失的同时 红尘女的右手 形成了竖法 直接就从白小唇方 红尘女身体颤抖 声音尖利 她的目中露出仇恨 死死地盯着 白小唇消失的地方 她自己的身影 也在这一刻 模糊消散 在那传送之力下 无影无踪 随着二人的陆续传送 这整个地宫内 传送之光不断地爆发 一道道身影刹那消失 神算子 赵龙 宋缺 无论是长城修士 还是蛮黄魂修土著 都是如此 在这一一散去时 迷宫彻底坍塌下来 而在外界看去 这一刻 传出滔天轰鸣正飞速的凹陷 在那传送展开的一瞬 这方圆数万里的地面 直接爆发出了一道 惊天而起的白色光柱 取代了之前的九道黑色光柱 成为了唯一 冲天而起 在苍穹中 形成了一圈圈连衣 向着四方扩散 白绫也好 蛮黄的魂修土著也好 双方大军在远处 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后 一个个都心神震撼不止 他们到了现在 也都依旧不知晓 地宫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至一个月后 才有消息陆续地 被长城与蛮荒知晓 白绫等人才明白 地宫传送阵法的开启 将里面当时的所有人 都直接地传送到了 蛮荒内的各个区域里 有的距离很近 有的则距离极远 还有的似乎被传送到了蛮荒深处 那时就连传音遇检 也都无法联系的地方 随着不多的一些 长城修士归来 当试炼之地内的修士 也有人九死一生 回到了长城后 有关白小船的事情 顿时就传开 这个名字 再次轰动蛮荒 响彻长城 试炼之地第一人 第一个踏入藏宫内 且在红尘女踏入藏宫后 二人之间四有激战 最终藏宫崩溃 在红尘女的击杀下 白小船当时 竟然好像还活着 直至 传送展开 至于白小船 最终是死是活 成为了一个悬案 除了红尘女 无人知晓 直至第二个月后 蛮荒方面 红尘女再次追加 对白小船的悬赏 将这悬赏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五份天兽魂 一份天人魂 悬赏白小船 此事一出 蛮荒 长城进阶震撼 要知道必杀榜上 就算是陈鹤天 也都没有给出这个悬赏 瞬间 白小船的名字 就成为了蛮荒必杀榜上的 第一 也正是此事 让长城方面知道 白小船 应该是 没死 没死就好 没死就好 小船 这次 是我对不住你 长城内 白灵坐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壶酒 长出口气 脸上露出感慨与惆怅 遥望远方 可是 你到底在哪儿 第五百六十四章 有缘的一对人 蛮荒很大 具体多大 很少有人能说出具体 可几乎每一个对这世界 有所了解的修士 都可以说出蛮荒的大概大小 因为这片世界 如果是一个圆圈的话 中间是通天海 四周蔓延出四条大河 那些支流也好 溪流也罢 又或者是墨游 都如树枝一眼 顺着四条大河去展开 通天河所在的地方 就是通天的世界 而通天河无法蔓延的地方 占据了这圆圈 几乎一半区域的位置 那里 就是蛮荒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是长城外 皆为蛮荒 通天世界内 四条大河中间的区域 都有长城 这四段长城 如同大门 锁死了蛮荒的同时 也封闭了通天世界 如果能站在一个足够的高度 低头去看 可以看到 这四段长城 连接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圆圈 仿佛大小两个圆圈套在了一起 如两个同心圆 内圈 是通天世界 内圈与外圈之间的区域 则是蛮荒 所以 从理论上来说 绕着蛮荒走一圈 只要可以成功通过 那么就不需要通天海的航行 去到东西南北 任何一条河脉所在 而此刻 在这蛮荒的深处 一片未知的区域里 有一处似乎没有边际的丛林 丛林无比茂密 放眼看去 无数参天大树 其树冠几乎都连接在了一起 这片弥漫了腐烂的沼泽之地 整个蛮荒 如这样的丛林 多不胜数 这里虽没有通天河的灵力 可对于万物生长 没有丝毫影响 甚至仿佛是少去了某种束缚 使得蛮荒中的草木也好 土著也罢 在身躯方面都极为粗壮 在其中一棵大树下 这里四周有大量的白骨 还有一些飞鸟的毛发 以及被啃咬后的碎骨 在这堆骨头的中间 靠着大树 坐着一个人 此人头发脏乱 甚至有些打劫 正不断地撕扯手中的鸟兽之肉 向嘴里不停地塞着 发出阵阵咀嚼的声音 这声音在这静谜下 显得很可怕 仿佛此人已饥饿到了极致 生肉都无所谓了 且看着四周的兽骨 显然这个家伙 这一顿饭 吃下的数量实在太多 十分恐怖 而在不远处 另一棵大树下 竟有一具尸骸 这尸骸躺在那里 似死亡了数月之久 尸骸已经腐烂了好多 样子有些看不清了 不过从衣着去看 似乎是一个修士 且其旁还有一个除物袋 活着的 正在疯狂啃咬肉食的 是白小纯 死去的那个人 白小纯也想知道他是谁 两个月前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 白小纯被传送到了这里 处于重伤状态的他 挣扎地爬到了这棵大树下后 用最后的灵力 勉强地取出了受损的涌夜伞 插在了旁边 凭着磁散的威压 来保护自己后 他就失去了一切力气 只能躺在那里 一动也动不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在不远处 那棵大树下 躺着的一个青年 这青年当时还没死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白小纯 似乎觉得不可思议 又觉得匪夷所思 二人无力说话 只是大眼瞪小眼 看了半晌后 这青年却脑袋一歪 就这么地死了 他这么一死 白小纯也吓了一跳 紧张起来 可惜身体无法移动 虚弱地感觉浮现全身 而心绪的波动 使得这疲惫家具 于是昏迷过去 醒来时 已是七八天后了 可惜身体依旧无法移动 这次他的伤势 实在太虫说 是重伤冰死都不为过 且这里的灵力枯竭 白小纯想要恢复 需要的时间更多不说 就连储物袋 也都没有灵力 暂时无法打开 在他的四周 还存在了不少的野兽尸体 这些尸体 白小纯记得 昏迷前是没有的 显然是在他昏迷的这几天 这些野兽靠近后 被涌夜伞的威压阵死 同时 另一棵大树下 那青年的尸体 也因此被保存下来 好在我拿出的是涌夜伞 不然的话 估计我醒来时 会看到自己 再被一口口吃掉 白小纯苦着脸 心底叹气 看着天空发呆 心中满是悲愤 想我堂堂万夫长 却落到了如此地步 红尘老女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知道 你家白爷爷的厉害 还有陈鹤天 我和你绝不两立 这一次伤势太重了 白小纯想要哭 越想越是 悲愤莫名 他脖子不能动 只能眼珠子四下乱看 看着这里陌生的环境 他就心头担心地颤抖 好办上 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 从这里没有通天河的灵气 来判断 他就知道 自己被传送到了蛮荒中 许久 白小纯心底长叹 这么发呆 实在无聊 于是他斜眼 看向那棵大树下的尸体 致死的原因 白小纯当时看不出来 此刻也渐渐看出了端倪 这青年的尸体 透出黑色 显然是死在了 某种有毒的术法之下 此毒催心 使得这青年心火燃烧 不但枯萎了心脉 更毒发了全身 看着看着 白小纯疲惫感又开始浮现 再次昏迷过去 下一次睁开眼时 又过去了七八天 这一次他明显感觉 自己的头可以晃动了 身体也不再是麻木的没有知觉 而是出现了刺痛 仿佛有无数根针症在刺入 这感觉让白小纯很是难熬 可心中却松了口气 还好 能痛了 就说明再慢慢恢复了 白小纯心底难难 眼巴巴地看着 四周的鸟兽尸体 更多了一些 他觉得自己饿得要晕了 可惜只是头可以晃动 身体其他地方 没有任何力气 于是只能咽下一口唾沫 继续发呆后 又看向那具尸体 不由地又研究起来 是个修士 修为大概也就是助击初期 不是与我一样 从地宫传送出来的 而是此地的魂修 看其样子 似乎是逃命 白小纯也没在意 他琢磨着 自己在这里估计大半个月了 也没见到其他人 想来也不会有人再来了 就算是真来了 他也没办法 就这样 时间流逝中 白小纯对于这尸体的观察 也很是频繁 他几乎是眼睁睁地 看着那尸体腐烂 得出了很多的结论 不像是散修 应该是某个家族的族人 记得他死前的样子 很是憔悴 更有不甘心 应该是有什么 没有完成的心愿 年纪不大 很年轻 样子还算俊朗 比我差一点 白小纯时不时低语 他实在是没其他事做了 只能慢慢休养中 男傲中不断地观察那具尸体 直至看无可看 白小纯再次昏睡 终于 在两个月后的这一天 当白小纯再次睁开双眼时 他激动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可以动弹了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挣扎地爬起 扑向不远处的一头 被涌夜伞的威压 震死不久的一头野兽而去 直接一口就撕咬起来 两个月 他已经饿得眼睛都绿了 尤其是身体需要恢复 他觉得自己都快要空了 这一顿饭 他几乎将这四周 能吃的全部都吃了 就连那些巴掌大小的飞鸟 也都不放过 拔了毛就啃 越吃 他的身体就越是温暖起来 甚至力气 也都慢慢地大了 到了最后 当白小纯将这四周的一切 能吃得都吃光时 他摸着自己的肚子 觉得自己这才真的活了过来 我又回来了 白小纯激动地大吼一声 振奋中带着 劫后余生的侥幸 回想在藏宫的一幕幕 白小纯觉得自己这一次 是真的大半只脚 踏到了鬼门关内 感慨时 白小纯看向那具尸体 这位兄弟 这两个月 多谢你陪伴 我们能在这里相遇 也算你我的缘分 有机会 我会帮你报仇的 白小纯轻声低语 走了过去 捡起了这尸体边上的储物袋 与此同时 在白小纯所在的丛林外 有一处突山 此刻在此山上 有一处山洞 山洞里盘西坐着一人 正在打坐 他的前方 有七八具尸体 这些尸体看起来 修为都是筑机的样子 一个个皮包骨 四生前被人吸走了血肉 片刻后 这打坐之人 猛地睁开双眼 目中却没有精芒 而是暗淡很多 似乎有伤势在身 他看都不看满地的尸体 抬起手摸了摸 自己空空的眉心 咬牙切齿 白小纯 你虽死了 可你给我周一新 带来的羞辱 我有朝一日 必定千倍万倍地 回报到你的亲人朋友身上 此人 正是周一新 第五百六十五章 练魂师 丛林内 白小纯拿着储物袋 看了看眼前的骸骨 觉得自己 被传送到了这里 对方陪伴了自己两个月 也算有缘 于是叹了口气 这位兄弟 我帮你挖个坑埋了吧 白小纯说着 感受了一些 自己此刻的身体 正在飞速地恢复 唯独体内灵力地 补充急慢 到了如今 也还不足以支撑 打开储物袋 他深吸口气 用涌夜伞 在这地面 挖出了一个大坑后 将那青年的海骨 放入进去 你别着急 我估计再等几天 我体内灵力 就可以支撑 开启一次厨袋了 到时候 就能看看 你的口袋里有些什么 说不定能找到你的名字 为你立一个墓碑 白小纯拍了拍尘土 回到了大树下 坐在那里 试图去土纳修行 可惜这蛮荒 没有丝毫灵力 他只能依靠 自身的恢复 从全身血肉中 常年累月残留的 丝丝灵药鱼流里 去慢慢地吸取灵力 时间流逝 数日后 天空阴沉 虽是黄昏 可阳光却是暗淡 这整个丛林看起来 也都昏暗不明 盘膝打坐的白小纯 他双眼缓缓睁开 在双目开合的刹那 有一抹金芒 在他目中猛地闪过 灵力恢复了一些 白小纯很是振奋 心脏都加速跳动 在这陌生的地方 体内灵力枯竭 让他感觉严重缺少安全感 此刻呼吸略急 一拍储物带 立刻他的储物带光芒闪耀 直接飞出了一个药瓶 这是一瓶灵液 一把拿住灵液 白小纯振奋地 将其咕嘟咕嘟一口气 全部喝完 灵液入体 顿时就化作涓涓细流 向着他全身经脉急速扩散 这细流很是清凉 蔓延经脉时 仿佛是干枯的大地 被干露滋润 那种舒服的感觉 让白小纯全身都酥抹了 就是这个感觉 白小纯眼圈里都有了泪花 他深吸口气 立刻修为运转 不浪费一丝一毫 却将这灵液在体内融化后 形成灵力 数个时辰后 灵液虽只回复了半程左右 可对白小纯来说 这半程修为 足以让他开启储物袋太多次了 此刻再次打开储物袋 他一口气拿出了十多瓶灵液 全部喝下后 再次静坐吐纳 体内灵力轰鸣而起 四散全身 时间流逝 一晃过去了三天 三天后的晌午 当白小纯再次睁开双眼后 他的泪水流下 终于 终于彻底恢复了 不容易啊 身体也好 修为也罢 都恢复了 红尘老女 白小纯狂笑起身 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灵力后 他精神抖擞地发现 自己似乎 比以前还要强了一些 似乎经历了那生死之战后 自己虽还是精丹大圆满 可无论是肉身之力还是修为 都明显增加了不少 尤其是肉身 那种时刻触摸稚骨的感觉 让白小纯隐隐觉得 似乎随时可以冲破稚骨 这种感觉 让白小纯凯叹极多 尤其是想到与红尘女的那一战 他更是觉得自己 仿佛真的死了一次 之前升起的振奋又被冲淡了不少 他有些发愁 我需要知道自己在哪个方向 这里是蛮荒 太危险了 要赶紧回长城 白小纯一想到 若是被人知晓自己的身份 怕是会有太多蛮荒的魂羞与土著 要来生生寡了自己 想到自己被人千刀万寡的样子 白小纯就哆嗦了一下 愁眉苦脸时 看到了一旁的坟包 随手就打开了那具尸体遗留的储物袋 这储物袋内杂物很多 里面绝大多数 对白小纯而言 根本就没有丝毫用处 毕竟这只是一个住击初期修饰的除袋而已 白小纯的重点 是放在里面的一些骨茧上 这些骨茧与预茧作用一样 都可以记录信息 翻了一圈 白小纯找到了三枚骨茧 拿在手中后 它临时散出 融入其内 一一翻看 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第一枚骨茧 是一幅地图 这地图不算小 将这附近四方的区域都描述在内 可白小纯看了半天 也都没看出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里距离长城有多远 这样不行啊 白小纯有些着急 又看向第二枚骨茧 看完后 他双目一闪 转头望着坟包 你叫白浩 白小纯喃喃低语 这骨茧内很详细地记录了 那死去的青年的身份 似乎是其遗言 在死前留下 此人叫做白浩 是距离这里有些范围的一个 练魂世家的数字 似乎不受待见 在家族里招惹了不该招惹之人 这才被族人暗中追杀 陨落在此 而他所在的练魂家族 似乎不算小 名气极大的样子 练魂世家 白小纯心下私存 看向第三枚骨茧 一看之下 白小纯目光闪动 这骨茧内记录的 虽不是白小纯所要的信息 可却与练魂诗有关 且里面的内容 大都是白小纯在长城中 并不是很清楚的信息 甚至可以说 这骨茧内 就是一部练魂诗的入门之法 而开篇的几句话 就让白小纯心神猛地震动起来 甚至吸了口气 炼魂 魂非重点 炼字才是关键所在 所谓炼魂诗 集合炼灵 炼药 炼宝于一体 应一切以魂为根本 故而称呼为炼魂诗 白小纯之前 对于蛮荒具备多次炼灵之宝 就觉得很奇怪 甚至心中也有些猜测 此刻在看到这玉茧后 他顿时豁然明朗 继续看去 渐渐地 当他把这骨茧都看完后 白小纯站在那里 整个人都呆了一下 蛮荒在他眼中 似乎也不是如曾经那样的神秘 仿佛一切都有了线条 勾勒在一起后 形成了完整的画面 整个蛮荒 最底层的 是一个个土著的部落 这些部落内的土著巨人 如未开化般 属于被奴役的一层 一般来说 都会去供奉几个魂修 作为他们的守护者 而魂修 在蛮荒大地上 对于土著而言高高在上 他们与修士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 后者是依靠通天河的灵力修行 而他们 则是依靠恋魂师 炼制出的魂园来修行 整个蛮荒大地 魂修的数量 虽不如土著 可也不少 有的来自家族 有的来自一个个大势力 还有很多 都是散修般的存在 至于恋魂师 则是蛮荒大地上的贵族 任何一个恋魂师 其地位都很尊高 他们不但可以炼制魂园 供天下魂修修炼 还可以炼制出法宝 甚至还能为法宝加持炼灵 这一切 都使得恋魂师 在蛮荒大地 判断他们层次的方式 就是火 蛮荒的炼魂师 与通天大陆的 连灵师看似相同 可也有根本的不一样 通天大陆的炼灵师 需要去寻找炼灵的材料 与多色火的燃料才可 而蛮荒的炼魂师 他们不需要任何材料 炼灵对他们而言 虽一样 存在了很高的失败率 可根本来说 在材料上 只是需要火而已 这火 世间根本就不存在 需要他们自行用不同的魂 按照配方去炼制出来 能炼制出一色火 就可以成为一品炼魂师 若能炼制出四色火 则晋升为二品 如果能炼制出七色火 立刻便被视为三品炼魂师 处于这三个层次的炼魂师 占据了蛮荒炼魂师的大部分 至于十色火 则是三品巅峰 能达到这种程度的炼魂师 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因为三品巅峰之后 炼魂师将会进入一个蜕变的阶段 此阶段分为天地玄黄 能炼制出十一色火 就是黄品炼魂师 整个蛮荒 任何一个黄品炼魂师走出去 都可以威慑八方 而更进一步的玄品炼魂师 数量更少 任何一个炼魂家族内 玄品炼魂师都已经是巅峰了 属于大长老 甚至家族底蕴般的存在 因为想要成为玄品 虚炼制出十五色火 至于地品 那是传颂中的存在 整个蛮荒大地上 地品炼魂师只有三人而已 成为地品的关键 就是十八色火 在地品之上 还有一个层次 那是天品炼魂师 可古往今来 在蛮荒大地上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只是理论上 应该有这样的级别 所以才流传至今 想要成为天品 虚炼制出 二十一色火 第五百六十六章 炼魂 就是炼灵 炼魂 就是炼灵 白小纯低语念叨着 看着手中的古简 他心神无法平静 尤其是这古简内描述 在蛮荒 所有的多色火 都是炼魂师自己炼制出来 这就让白小纯的心脏 疯狂地跳动 从一色火 直至十四色火 在蛮荒内 随着一代代人的研究 早已钻研出了配方 甚至这配方并非一种 而是很多种 在蛮荒 一色火到十四色火的配方 并非绝密 虽不是任何一个 炼魂师都可以掌握 可任何一个炼魂师家内 都有记录 只有十五色火的配方 才是一些中等家族 也都没有的绝密 唯独一些大的炼魂家族 又或者是大势力 才会具备 而十六色火的配方 更是绝密中的绝密 可无论如何 都等于是在炼灵方面 蛮荒超越了通天大陆 很大一劫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虽然这古简上也说了 有多色火 并不代表一定可以炼灵成功 越是高层次的炼灵 失败的几率就越大 这一点与通天大陆的炼灵一样 失败后 物品会崩溃碎灭 可白小春还是感觉 仿佛在这里 才是炼灵的起源之地 一想起这里 居然能自行炼制多色火 更是以此划分了 炼魂师的层次后 白小春呼吸都变快起来 我若是有多色火的配方 白小春知道自己的优势 在什么地方 他有龟文锅 对于别人来说 比如炼制出十四色火 并不代表可以在法宝上 炼灵十四次成功 可对白小春而言 只要有火 就一定必成 这一切 让他心惊神谣 激动无比 同时 这古简内 除记录了炼魂师的层次外 也描述了所谓的魂源 也就是魂药 这是让蛮荒魂修 用来修行之物 如同零石一般 在这蛮荒内属于货币一样的存在 这魂药的形成 并不难 只是在炼制多色火时 在即将成火的那一瞬停下 不让其成火 那么就可形成魂药 而十色火以下的魂药 都是下品 根据不同数的火 分为不同份 比如一色火形成的魂药 就是一份下品魂药 而十色魂形成的魂药 就是十份下品魂药 只有用十一色火形成的魂药 才可以称之为中品魂药 价值不菲 也就是说 中品魂药 唯有黄品炼魂师才可以炼制出来 至于上品魂药 极为少见 那是唯有十五色火 才可形成的魂源 传说中 还有一种魂药 被称之为极品 可也只是传说 因为这种极品魂药 需二十一色火 才可形成 这一切 也正是使得 蛮荒的炼魂师崛起的原因所在 对外 他们可以炼魂药供人修行 可以炼魂附加灵魂 形成炼灵的魂绑 对内 炼魂师还具备得天独厚 非炼魂师无法掌握的一点 那就是 炼魂为魂奴 他们可以驱使大量的冤魂为奴 随身携带 出手时 往往魂奴大骗而出 不但可以用来杀敌 更是可以随时将魂奴炼制为魂药 多色火 可以说 炼魂师如同权能一般 白小纯在看完了古简后 这是他脑海里 最强烈的感受 炼魂师 似乎无所不能 白小纯不由地想到 自己在试炼之地炼灵后看到的那一幕幕 又回想这炼魂师的全能 他真的感觉 这炼魂师不但是蛮荒的贵族 更像是这片天地的亲儿子 我要成为炼魂师 白小纯目中露出狂热 死死地抓着古简 半赏之后 赶紧低头在白昊的储物袋内继续寻找 可找了半赏 白小纯有些苦恼地发现 白昊的储物袋内 居然没有古简上所说的 多色火的配方 这白昊修为太弱 又或者是他在其家族地位太低 所以没有多色火的配方 白小纯有些郁闷 看了坟包一眼 上前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在那坟包旁的大树上 刻下了一行字 白昊之木 做完这一切 白小纯向着坟墓抱拳一拜 转身一晃 离开了此地 虽炼魂师之事让白小纯心动 可他也明白 眼下自己最重要的 是要尽快搞清楚 自己所在之处 距离长城有多远 还是要改变一下 样子为妙 白小纯沉吟中 取出面具 贴在了脸上后 容颜改变时 他脑海里浮现出 白昊生前的样子 渐渐地 面具上的面孔 化作了白昊 就暂时先用白昊的身份吧 白小纯展开速度 及时远去 不过这面具 也有一个弊端 前行时 白小纯皱起眉头 他知道这面具 本就是来自蛮荒 在这蛮荒内 存在了一股惊人的势力 他们可以通过面具 找到自己 能通过这面具找到我 说明在这面具上 存在了一个 我察觉不到的烙印 这烙印属于他们 所以才可做到这一点 白小纯沉吟 虽那个势力 似乎对自己 没有太多敌意 可白小纯不敢去赌 半晌后他双眼一闪 想到了在试炼之地 自己练灵后 那片叶子 在第十一次时 状态改变 所有的烙印都被抹去 出现了重新认主的一幕 白小纯若有所思 这是一个好办法 白小纯打定主意 速度更快 按照地图骨简上的标注 向着丛林边缘 急速前行 就在白小纯离去不久 他之前所在的地方 在那坟包外 此刻四周无声无息间 出现了阵阵灰色的迷雾 这雾气眨眼就覆盖了四方 很快的 这雾气在这扩散中 越发地浓密 与此同时 阵阵似乎踩着碎叶的脚步声 从这雾气里 一步步传来 可以隐隐看到 在这雾气内 有一个身影 正慢慢地前行 走到了白号的坟墓旁 这才停下 这是一个老者 穿着灰色的长袍 面无表情 如果白小纯在这里 他可以一眼就认出 此人正是守灵人 此刻 这老者默默地看着坟包 扮上后抬起头 又看向白小纯离去的方向 许久许久 才收回了目光 转身随着雾气 又渐渐远去了 在白小纯于这丛林内急迟 距离边缘区域越来越近时 在丛林外 一处突山上 周一星也走出了山洞 他面色此刻恢复了不少 目中的光芒 也比之前明亮了一些 整个人不说恢复如常 可至少也恢复了七七八八 只是一想到自己 在那迷宫内的损失 周一星就心底郁闷 咬牙切齿 都怪那个白小纯 此人死不足惜 周一星冷哼一声 看了看四周后 重新开始布置一番 他也是两个多月前 被传送到了这里 因在迷宫内伤势不清 试炼之地里 也没有恢复过来 而到了这里后 他又运气很好的 遇到了几个助击魂修路过 于是用了余力出手 将那几个助击魂修灭杀后 以秘法吞噬了 他们的血肉与修为 使得伤势恢复了一些 可他知道 虽自己是练魂师 可这片区域 不是自己家族的领地 甚至距离极其遥远 在这陌生的地方 就算是他 也都有生命危险 于是 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在这里布置了禁止 准备疗伤 两个月来 这禁止内 竟陆续有魂修无意中闯入进来 最终成为了 他疗伤的养分 这片丛林 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 应该就是迷魂灵了 如此来判断 这里距离我家族所在 也太远了 周一新皱着眉头 暗叹一声 此地应该是巨鬼王的势力范围 巨鬼王 那是蛮荒四大天王之一 自身半神修为 麾下有五大天人 我若想离开 怎么的 也要去一趟王城 用那里的传送阵才可 周一新思索时 将这突山四周的禁止 重新布置了一番 这迷魂灵外 来往的魂修应该不少 再吞噬一些后 等我修为彻底恢复 就离开这里去巨鬼城 周一新打定主意 正要回山洞打坐 可却神色一动 抬头看向丛林方向时 看到了一道身影 正呼啸飞出 第五百六十七章 我恨姓白的 修为不俗 这是杰丹魂修 周一新双眼猛地一缩 心跳加速 看着丛林外飞来的身影 他舔了舔嘴唇 横凉一番 目中露出果断 此人若从其他地方走也就罢了 若是走入我的镜子内 说什么也要拼一下 将此人吞了 吞了此人 足以抵得上吞是上百个筑机魂修了 甚至只要吸了它 我的伤势不但痊愈 修为也会回到巅峰 周一新快速退后 全神贯注 盯着越来越靠近的那道身影 这身影 正是白小纯 白小纯按照地图 飞出了丛林后 看着昏暗的天空 又看着一片死气沉沉的大地 这地面上虽有山脉 可都是穷山恶水 放眼看去 都是光秃秃的 让人忍不住 会有种压抑之感 尤其是时而的 还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冤魂之物 在这四周出没 使得这天地间更为昏尘 比我之前在长城外看到的地方 还要荒凉啊 白小纯叹了口气 继续及时远去 周一新躲在屠山内 眼看那飞出丛林的修饰 竟没有向自己这里而来 不由地迟疑了一下 很快就目中露出凶残 管不了那么多了 吞了此人 我就可恢复 且我身为练魂师 此人看起来应该是个魂秀 定可将其碾压 周一新想到这里 神情猙獰 右手抬起一挥间 立刻那把练林九次的黑色大弓 出现在了手中 身体一跃而起 直接飞出屠山 骤然拉开弓 向着白小纯那里 直接射出十八剑 几乎在周一新飞出的瞬间 白小纯这里猛地察觉 刹那转头 直接就看到了 飞出屠山的周一新 在看到周一新后 白小纯都傻眼了 瞪着双目 明显地呆了一下 破空之声 顿时在这天地内回荡 这十八只魂剑 化作了十八道长虹 向着白小纯这里 呼啸而来 速度之快 前一刻还在远处 下一瞬 就直接出现在了 白小纯的镜前 周一新 白小纯定睛一看 顿时就激动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 能够看到熟人 尤其是这熟人 居然还是自己的福星 这一切 让白小纯狂喜 甚至振奋无比 他正发愁 对这四周陌生 可没想到 这周一新居然如此体贴 主动地 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 白小纯立刻有了决断 心底振奋 右手默然抬起 向着那来临的十八只魂剑 猛地一指 这一指之下 顿时在白小纯的身前 就出现了一个漩涡 这漩涡轰转动时 那十八只魂剑直接逼近 轰鸣之声滔天回荡 十八只魂剑碎裂爆开 形成了惊人的冲击 扩散四方 掀起了大地的尘土时 白小纯一步走出 静毫发无损 这一幕 让周一新那里 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他身体猛地一颤 内心咯噔一声 一股不妙之感 顿时浮现全身 该死 此人比我强太多 周一新暗中叫苦 后悔自己冲动了 此刻猛地下沉 直奔突山 要凭着此山上 余流的静止 与来人周旋 可就在他下沉的刹那 白小纯这里黑黑一笑 一步走来时 他身体上竟出现了 重叠之影 眨眼间 他的目分身 猛地走出 化作一道长虹 直接冲入突山内 此山上的静止 白小纯方才没仔细看 所以忽略了 此刻看去时 渐渐看出了 其内的杀鸡 可他不在意 此刻意气风发的一挥手 顿时他的体内 再次走出了一具分身 这两具分身 因白小纯本尊戴着面具 所以在走出时 一样幻化出了 属于白号的样子 此刻呼啸间 冲入突山 周一新看着这一幕 内心震战起来 神色顿变 分身 在周一新的意识里 能有分身者 皆为不俗之辈 更不用说眼前之人 居然有两个分身 这就更让他心都颤了 一想到这里 属于巨鬼王的领地 眼前之人十有八九 与巨鬼王的势力有关联 若自己成功吸了对方 也就罢了 可眼下明显不是对手 他心底无比懊悔 道友助手 我是东脉周家族人周一新 之前是误会 我以为你是一位宿敌 误会 白毛只不过路过这里 你就偷邪 居然还是误会 白小纯冷笑一声 故意声音沙哑不少 右手抬起一指突山 顿时他的两大分身 就在这突山中 横冲直撞 向着山顶而去 一路轰鸣不断 所有静置 都在这两大分身的强力下 分崩离析 可这静置 也有不凡之处 虽白小纯的两大分身 一路闯过 可速度却不由地缓慢下来 虽能破阵 可至少也需要 小半炙香的时间才可 白小纯觉得慢了 但周一新却心神狂震 他觉得这破阵的速度 太快了 要知道这些静置之法 是他家传所学 威力很是惊人 可如今 却被人如此破解 让他内心害惧 白道友 有话好说 三品练魂师 我可以用魂药赔偿 周一新一边操控 静置阵法 阻挡白小纯的两大分身 一边赶紧开口协商 听到对方自称姓白 他也没有多想 白小纯心中却笑开花了 甚至对这周一新 都有了一些亲切感 可表面上却神色巨傲 右手抬起一挥之下 顿时从他身上 就散发出了 阵阵惊人的魂力波动 这波动带着霸道 明显不是魂修所能拥有 那是属于练魂师的波动 我也是练魂师 白小纯淡淡开口 声音透出某种尊高之意 传入周一新耳中时 周一新内心哆嗦了一下 可双眼却红了起来 真以为我怕了你不唱 周一新怒吼一声 双手掐绝时 立刻他的 那把黑色大弓上 竟飘出了阵阵黑雾 隐隐化作了一个鬼脸 向着白小纯咆哮时 周一新再次开弓 不自量力 白小纯傲然开口 身体再次出现重叠之影 眨眼间 他的水分身 一步走出 化作一道长红 直奔突山而去 你 你还有分身 周一新不由地失声 眼看那第三道分身 冲入突山后 一路加速冲来 使得这突山内的静置 被破开的速度 一下子就快了太多 周一新面色变化 猛地松开手 尖锐的呼啸声顿时回荡 一只黑色的剑 化作黑色的长红 直奔白小纯 甚至在飞去时 这剑上还散出雾气 形成鬼脸 咆哮接近白小纯的一瞬 白小纯冷凹地抬起下巴 这周一新修为巅峰时 不是自己的对手 更不用说 此人眼下 伤势还没痊愈了 而自己不但处于巅峰 甚至比迷宫时 更强了一些 由此信心 对于将要来临的一剑 白小纯岂能在意 他右手瞬间抬起 速度之快 刹那间 就一把抓在了那箭矢上 狠狠一捏 轰的一声 这只剑猛地就停顿下来 骑上的鬼脸惨叫 似要挣扎 可却于事无补 这一幕 让周一新脑袋翁的一声 不可能 在周一新这亥然中 白小纯的三大分身 在几个呼吸后 在一连串的轰鸣巨响下 直接将那座突山内的一切静置 全部崩溃 出现在了周一新的四周 任凭周一新如何挣扎 在三个白小纯的出手下 眨眼间 就立刻被制服 封了修为时 白小纯本尊一步走出 到了周一新的面前 干咳一声 目光怪异地 打亮了周一新几眼 这目光 立刻让周一新心神狂跳 呼吸急促 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咬牙低吼 我周家带 九幽王阵守东脉多年 我更是周家嫡系 你若杀我 必遭我周家报复 白小纯倾笑一声 没理会周一新的威胁 直接从周一新身上 拿下储物袋 抹去上面的印记后 打开查看起来 这周一新储物袋内 很是空旷 只有不多的一些物品 其中有四个七色火 这让白小纯惊喜 立刻收走 至于那把九次练龄的大功 也一样被白小纯 扔在了自己的储物袋内 周一新看着白小纯在那里 翻着自己的储物袋 双眼怒瞪 心中生起阵阵悲哀 他不知道 自己这是怎么了 在迷宫里被白小纯欺负 此刻出来了 又被这另一个姓白的欺负 我恨姓白的 周一新此刻是崩溃的 内心泪流满面 第568章 来啊 谁怕谁啊 随着一件件的 翻着周一新的储物袋 白小纯找了半天 可这里面物品不多 白小纯能看得上眼的 就更少了 你身为周家嫡系族人 可储物袋 怎么这么空 也太穷了吧 白小纯有些不愿 抬头瞪了周一新一眼 你抢完了 在你之前 有个该死的畜生 先把很多东西都抢走了 周一新悲愤欲绝 咬牙望着白小纯 这种被人抢了自己的东西 还嫌弃自己穷的感觉 让他此刻简直要发狂 尤其是想到自己 原本不是这么穷的 他储物袋内 曾经还有个九色火 还有火魂剑 还有很多魂奴 甚至还有不少魂药 可这些 不是在迷宫内被人抢走 就是自己 在迷宫中多次疗伤耗费了 看到周一新那悲愤的样子 白小纯眯着眼 意识到 对方虽说的那个该死的畜生 十有八九是在说自己后 他干咳一声 没去理会 从储物袋内 找出了七八个古简 一一查看起来 这里面有不少信息 可大都是白小纯之前知道的了 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关于多色火的配方 实际上 这才是白小纯最关心的事情 直至最后一枚古简也看完后 白小纯才略有安慰 这古简内是一张地图 这地图比白号的要庞大太多 甚至将整个蛮荒都勾勒进去 虽只是大概 没有太过细致 可却让白小纯这里 脑海中豁然开朗了不少 在这地图上 他看到了上面标注了五个城池 这五个城池 彼此分散开来 似乎各自镇守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分别是九幽城 巨鬼城 窦圣城 以及零零城 这四大城池 各自占据了庞大的范围 而在更远处的蛮荒中 位于窦圣城与零零城之间的 第五座城市 则标注着 黄城 白小纯若有所思 收起古简后 看向周一新 被白小纯再次盯着 周一新知道 自己活命的可能很小 眼下悲愤中 怒视白小纯 要杀就杀 周一新咬牙 别紧张 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而已 你老实交代 说不定白野我高兴 就饶你一面 白小纯黑黑一笑 蹲在周一新的面前 让自己尽量看起来友善一些 甚至担心自己的分身 吓到周一新 白小纯灰手间 她的三大分身 化作白光 消失在了她的体内 你休想从我这里 问出任何问题 有本事 你就灭了我 我家族的恋魂师 定能为我报仇 周一新大吼一声 他深刻地知道 自己是恋魂师 而对方也是恋魂师 如此一来 自己的魂 将是对方极好的材料 所以 眼前之人话语中的什么 饶自己一命 可能性微乎其微 周一新心底苦涩 绝望中她 甚至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此刻吼声很大 她已豁出去了 白小纯被周一新这一吼 弄得愣了一下 对方的唾沫星子 不快要喷到自己脸上 她顿时就怒了 好你个周一新啊 老子还没问你什么问题 你就直接拒绝 白小纯怒视周一新 觉得此人太嚣张了 太过分了 身为俘虏 这分明是欺负人 哼 不管什么问题 你休想从我这里 问出嘶吼 不妨告诉你 我周家 在刑讯意图上略有钻研 所有族人 从小到大都经过了 这方面的训练 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让我开口 周一新冷笑 断定必死的她 此刻目中露出 肆无忌惮的轻蔑 这轻蔑的目光 瞬间就刺激到了白小纯 白小纯瞪着眼 猛地一拍储物袋 直接拿出了一枚发情单 没等周一新看清 就直接塞进了 周一新的口中 一拍她的胸口 这发情单就咕咚一声 被周一新吞了下去 让你知道厉害 看你说不说 白小纯怒道 周一新心底惊慌 感受着体内此刻 有振振热流四散 她虽看似镇定 可心中还是紧张 但却咬着牙虎着脸 继续怒视白小纯 可很快的 周一新就面色不自然了 她发现自己全身正飞速地火热 一股强烈的冲动 在体内不断地爆发 使得她双眼都红了起来 呼吸粗重的同时 一股难言的煎熬 让周一新这里 全身剧烈地颤抖 可她似乎蒸蒸铁骨一般 竟死死地忍住 依旧恶狠狠地瞪视白小纯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 眼看着周一新 全身仿佛都要燃烧了 可居然真的咬牙 不哼一声 白小纯都动容了 你又何必呢 我只不过是要问几个问题而已 白小纯叹了口气 正要劝说时 周一新狂笑起来 目中更为轻面 少说废话 你就这么点本事吗 还有什么手段 来啊 周一新声音发颤 可此刻似有了无穷信心 咆哮时 还冲着白小纯吐出一口浓潭 白小纯避开后 火冒三丈 盯着周一新 周一新也怒目瞪着白小纯 二人相互忘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后 白小纯火大了 一指周一新 姓周的 这是你逼我的 说着 白小纯体内目分身一步走出 直接就向山洞外飞出 直奔丛林而去 片刻后 目分身归来时 大袖一甩 一头全身毛发粗硬 样子如猪 足有一丈大小的雄性凶兽 被扔到了周一新的面前 这诸兽警惕地看着四周 发出阵阵嘶吼 可在白小纯的威压下 却不敢动弹 周一新一愣 不知白小纯这是打算如何时 白小纯右手一挥 解开了周一新身上的束缚 虽封印依旧在 可周一新已经能活动身体了 周一新面色猛地大变 他在身体能活动的刹那 目光落在了 那头诸兽的身上 显现没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似乎有种本能 驱使着他要跳起来 向着那猪兽扑去 他嘶吼中 强行去控制自己 以赤红的身体 全身颤抖 汗水不断地溢出 双眼赤红 那种煎熬 比方才要 强烈了太多太多 说吧 你也何必如此 放心 你只要说了 我不会杀你的 白小纯叹着气 苦口婆心地劝导 我死也不说 你休想从我口中 知道任何事情 周一新觉得自己 随时可能崩溃 咆哮中死死地 控制自己的身体 他的神色扭曲 脸上清金鼓起 竟在这种 不可思议的煎熬中 生生地挺了下来 你太小看 你周爷爷的定力了 我定力之强 在我们周家 老祖都称赞 周一新全身汗水 浸透了全身 此刻明显感觉到 那种煎熬与火热 正在缓缓消退 他仰天大笑起来 看向白小纯时 轻蔑地无以复加 这一幕 让白小纯神色变化 心神震动 看向周一新时 白小纯是真的从心底 去佩服此人了 他觉得 此人太可怕了 这种定力与坚持 绝非等闲之人可以做到 周道友 我懂了 你定力真的超出常人 很厉害 我也是想要知道几个问题 无奈才会如此 你不要记恨我 白小纯重重地叹了口气 目光落在那只猪兽身上 又看向周一新 希望这只猪兽 也有与你一样的定力 白小纯感慨地摇头 取出一枚发情单 捏成了粉末后 就要 喂给那头猪兽 这一幕 立刻就让在那里狂笑的周一新 眼珠子瞬间就要爆掉了 他呼吸猛地急促 睁大了眼 面色刹那间苍白无比 狂笑声戛然而止 甚至双腿都颤抖起来 他觉得自己这一次 是真的要崩溃了 一想到对方那种 不知什么东西制成的药丸 带给自己的疯狂 一想到这疯狂 若是在那凶兽的身上爆发出来 周一新头皮都要炸开 不敢想象自己的下场 他不敢去读 这凶兽能有自己一样的定力 此刻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一幅画面 那画面凄厉无比 可他嘴很硬 谁怕谁啊 周一新扯着嗓子嘶吼 第569章 你快让他停下 果然是条好汉 白小纯禁不住一再动容 他觉得自己都做到了这一步 可这周一新竟还能这般强硬 这种好汉 在他感觉 这世间除了自己外 似乎就没其他人了 没想到 今天 在这里 他竟遇到了与自己一样的好汉 这就让白小纯感慨良多 看向周一新时 有了一种惺惺相惜之意 好汉 今天的事 是白某对不住你了 为了表达对你的尊重 你放心 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而且 我绝不去看你凄惨的样子 白小纯深吸口气 肃然开口 他不忍看好汉流泪 此刻长叹一声 若你这一步还能坚持下去 则白某绝对不问你丝毫问题了 白小纯狠狠一咬牙 越看周一新越觉得 此人真不愧是一个汉子 于是带着敬重 直接将那粉末 塞入到了那头猪兽的口中 这猪兽吃下了这些粉末后 身体猛地颤抖 反应比周一新还要快 更要彻底 瞬间其双眼就红了起来 口中发出阵阵低吼咆哮 仿佛发情一般 极度亢奋地抬头四骨 这一幕 让周一新浑身颤抖不已 他就算是嘴再硬 此刻也都忍不住尖叫起来 尤其是那猪兽猛地转身 眼中带着疯狂 仿佛要喷火一样 看向了周一新 四个蹄子在地面上不断地挣扎 发出嗷嗷之声 那声音 让周一新星都哆嗦了 若非是白小纯此刻 按住了这猪兽的后背 压制了他的身体 怕是他立刻就会冲动地扑过去 这一幕幕 让周一新的尖叫 也都惊恐凄惨无比 哀嚎中 他是彻底怕了 这一刻的害怕 超出了他的原则 他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 越来越清晰 那画面太美 他不忍继续看下去 就在这时 白小纯深吸口气 目中露出果断 含着敬佩 带着遗憾 他猛地松开右手 不再控制那猪兽后 白小纯转身 向着洞外走去 他对周一新很是佩服 更有承诺 而白小纯觉得自己 是个遵守承诺的人 说不看就不看 他遗憾中有些伤怀 我见不得好汉流泪 可你为何要逼我如此 白小纯不住摇头 走出洞口时 他听到了身后猪兽的激动咆哮 还有周一新那急速闪躲时 发出的惊心惨叫 白眼 我错了 你别这样 你要问什么 我都告诉你 周一新颤抖着快速说道 用了全部力气去闪躲 他深刻地知道 自己要是被那猪兽扑倒后的下场 此刻头皮都炸了 嚎叫中早就 忘了自己之前的硬汉形象 声音淒厉到了极致 他话语传出时 白小纯身体一顿 目中闪路得意 神色露出狂喜 猛地转身 看向正急速闪躲的周一新 好汉 你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周一新是真的恐惧了 此刻眼泪都出来了 在这惨叫中 他挣扎的后退 指着那头猪兽 冲着白小纯大吼 我说 什么都说 你快让他停下 白小纯高兴起来 心中也有一丝遗憾 看向周一新时 摇了摇头 大有一种这世间 从此少了一个好汉的感觉 看来 这天地里 终究还是只有我一个好汉罢了 白小纯轻壳一声 脉不间直接就走到了那猪兽面前 一把将其按住后 分身出现 拎着此兽直接飞出 送回丛林 眼看那猪兽被带走 周一新整个人已经虚脱了 靠着眼壁颓然滑下 他面色惨白 气喘吁吁 全身上下的衣衫 都被汗水浸透 目中更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看向白小纯时 露出了强烈的恐惧 似乎他看的不是人 而是这天地间最邪恶的存在 你看 周一新 我对你真的没恶意 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而已 来来来 你乖一些 把你知道的多色火的配方 从一色火开始 都说一遍 白小纯赶紧安抚地哄了哄 蹲在周一新的面前 一脸诚恳 期待地问道 他话语一出 周一新这里猛地睁大了眼 似乎整个人都呆了一下 你 你要问的是这个 周一新似乎有些不敢置信 很不确定地问道 当然了 我问的就是这个 怎么的 你莫非要反悔 那只猪兽 可还没被送远 白小纯一看周一新的表情 内心咯噔一声 猛地站起身 翻脸怒道 我说 我说 周一新憋屈愤闷 抬头看着眼壁顶 努力不让眼泪流下 他有种要抓狂的冲动 更是心底抽搐起来 他本以为 对方要问自己多么隐秘的事情 可却没想到 居然只是问这个 要知道 这多色火的配方 从一色到十四色 几乎所有炼魂世家都存在 甚至在王城中 花费一些魂药 也都可以买到 他若早知晓 眼前之人问的是这个问题 何必去坚持不说 一想到自己之前承受的痛苦 周一新就觉得天旋地转 可转念一想 周一新猛地心神一震 他立刻就反应过来 此事不对劲 眼前这姓白的 也是炼魂家族的 不可能不知道多色火的配方 既然知道 又来问自己 偏偏开始 还不说全部内容 只是要问自己问题 这很明显的 是要玩自己 是在戏弄自己 周一新眼睛顿时红了 越想越是正确 死死地盯着白小春 有心继续去坚持 可以想到那诸瘦赤红的双眼 他就心头猛颤 呼吸一致 咬牙切齿中 将多色火的配方 从一色火到十四色火 一一说出 白小春精神一震 立刻取出一枚预检 赶紧去记录 听得很认真 甚至在周一新说完后 他还颠来倒去的问询 不断地抽出里面几条去印证 直至周一新 这里都对答如流后 似乎才放下心来 脸上露出喜悦 这一幕 让周一新内心再次破口大骂 他给白小春的配方 没有丝毫作假 他也不敢作假 毕竟对方也是练魂师 可却没想到 这姓白的 似乎是玩上瘾了 在那里装模作样 你奶奶的 装得真像 周一新心底 都要咬碎了牙齿 这种在心智上被羞辱的感觉 让他更窝火 白小春开心地收起预检 继续问其他问题 每一个问题 都让周一新觉得 眼前这姓白的在耍自己 尤其是里面还夹杂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 种种这些问题 让周一新摸不清头绪 可心中的憋屈却越来越大 直至白小春又问了一个问题 不对啊 周一新 还有十五色火的配方呢 快说快说 白小春期待地看向周一新 听到这里 周一新终于忍不住了 他眼睛里似要喷火 整个人似乎再次豁出去了 向着白小春怒吼起来 姓白的 你别和我装了 装什么装 你不知道 这里是鬼王城啊 你不知道鬼王是四大天王啊 你不知道传颂阵啊 这样好玩吗 你居然还问我今年多大 问我有几个道理 你什么意思 你也是练魂师 你不知道十五色火配方 只有在那些大家族中才有啊 该死的 姓白的 你要往我到什么程度 周一新愤怒咆哮时 眼泪却流下来了 这一番咆哮 让白小春也都尴尬起来 摸了摸鼻子 他方才的问题里 有很多都是瞎问的 真正想知道的事情 夹杂在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里 此刻眼看周一新激动欲狂 他黑黑一声一挥手 直接将周一新拍晕了过去 没再理会周一新 白小春神色慢慢严肃起来 站在洞口 看着外面的天地 她的目中露出深邃 原来 蛮荒的势力结构 居然是这个样子 很奇怪 为何在长城 我没有看到丝毫的信息 而很显然 这些事情 根本就不是秘密才对 应该是 被人刻意抹去了 白小春南南低语 心绪起伏 第五百七十章 炼火之法 整个蛮荒 有五个最大的势力 分别是五大城 这五大城 又称为一皇四王 分别是九幽王城 巨鬼王城 斗圣王城 以及零零王城 最后一个 则是 魁皇城 与通天大陆的宗门不一样 蛮荒这里 似乎延续了古老的构架 处于最巅峰的 是这一代的魁皇 而魁皇下 有四大天王 这四大天王如同诸侯 掌握着另外四大城池 拥兵自重 除了天王外 在皇城里 天王下 还有天君 此后天侯 整个蛮荒的势力划分 根本就是王朝的结构 当白小春从一个个问题中 总结出了答案后 这个答案 虽然白小春有些意外 可仔细一想 却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按照他所知道的 蛮荒内的那些魂修 以及炼魂师 他们曾经是这片世界的主宰 只不过在若干年前 被通天岛的那位天尊 直接推翻了王朝 取而代之后 前朝的余孽逃入蛮荒 这才有了如今的局面 而如今他所在的地方 正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巨鬼王 其城池所在的势力范围内 那片丛林 叫做迷魂林 同时 他也知道了巨鬼王城所在的方位 如果从通天大地来标注的话 是在通天西脉所在 与星空道 集中的通天东脉 相距甚远 弱水之隔 想要从这里回星空道 集中所在的东脉 需要跨越通天海 这种难度之大 哪怕是原因修士 也都做不到 唯有修为达到天人 才可以横渡通天海 可这并非唯一的方法 若是能动用传颂阵 那么想要 从这里去通天东脉 所在的蛮荒区域 并非特别困难 只不过白小春在问询时 旁敲侧击之下 隐隐感受到周一新的话语里 似乎传颂阵 只对在蛮荒出生之人有用 似乎那传颂阵 是以蛮荒内的魂力为根本 存在了诸多的奇异之处 可周一新也并不是肯定 这只是他听到的传闻 白小春沉默不语 看着洞口外的苍穹 半晌之后 他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 总要去试试 说不定我运气好 真的就传送回去了呢 白小春摇头 看向被自己拍晕的周一新 琢磨着 此人虽几次三番 预知自己于死地 可杀了的话 也着实有些可惜 若是在长城那里 杀了也就杀了 可在此地自己孤零零的 人生地不熟 需要有一个人带路 且 这周一新在白小春的感觉中 彻头彻尾的是自己的福星 这样的人出现在自己面前 似乎预示着自己在这蛮荒 说不定也可以风生水起 白小春想到这里 就更不舍得杀周一新了 于是陈寅少请 掐绝间 在这周一新身上 一口气下了上百个静止 将其生死 牢牢掌握在了自己一念间后 这才放心 一点修为都没有的话 也不好 万一他倒霉 遇到个什么麻烦 被弄死了就不好了 白小春想了想 释放了周一新一成修为 又觉得不安全 于是再减了一半 半成修为 他就算是遇到助击修士 也可周旋一下 最起码逃命无碍 白小春觉得自己 对这福星很好了 没再理会 而是盘西坐在一旁 取出周一新 口述的多色火的配方 开始研究起来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白小春身体出现重叠虚影 他的三大分身全部走出 一个走到了洞外 另外两个左右 坐在了白小春本尊的身边 为其护法 时间流逝 很快就过去了三天 周一新早就醒了 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感受着自己身上 被封印了九成半的修为后 他心底松了口气 知道对方 既然现在都还没杀自己 且封印了自己这么多修为 那么自己的性命 就算是暂时保住了 可以想到 自从去了迷宫开始 直至现在的倒霉 周一新就心头悲哀 躺在那里 看着盐壁顶 默默发呆 在周一新这里发呆时 白小春以全身心地沉浸 在了多色火的配方研究上 越是研究 他就越是心惊 到了最后 时常口出嘖嘖之声 这多色火 居然是如此炼制 以不同种类 不同属性的魂作为材料 甚至对于魂的要求 也要很严格地判定 且想要炼制出二色火 必须在一色火的基础上去炼才可 成为了二色火后 填入魂再炼 才可成为三色火 白小春目光闪动 兴趣极大 他发现这炼火 竟与炼要有些相似之处 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 但却触类旁通 有意思 白小春舔了舔嘴唇 目中兴趣更浓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所以对于这炼火 更为心动 此刻不再去注意 二色火以上的配方 而是重点放在一色火上 白小春打算一点点尝试 一步步去炼制 在他研究这一色火配方时 他身侧的水分身 猛地睁开双眼 起身取下白小春 本尊的除物袋后 身体一晃 走出山洞 在这四周不断地挤持 寻找冤魂 周一新看着这一切 目光闪动 仔细地看着白小春的分身 越看越是心惊 尤其是想到之前 对方的三个分身 破自己的静止时 那种催枯拉朽般的气势 他就不由地吸了口气 这姓白的 到底修炼了什么神通 我也不是没见过分身 可其他人的分身 大都是虚幻 能有本体一成的修为 都算设不得了 可此人的分身 居然与其本尊 似乎一样强悍 这 这怎么可能 在这周一新 静一不定中 过去了数个时辰 突然的一道身影 刹那儿来 走入洞内时 吓了周一新一跳 仔细看去 认出正事之前 走出的白小春的分身 这分身一步 来到白小春本尊面前 将储物袋递过去后 盘膝坐下 一动不动 继续打坐 白小春本尊双目开合 拿过储物袋 挥手间 从这储物袋内 取出七八旅冤魂 这些冤魂都模糊不清 如一缕缕雾气飘摇 时而化作 要么是土著 要么是凶兽的 争獰面孔 向着白小春嘶吼 白小春看都不看一眼 他此刻神色极为严肃 已然置身在了 仿佛炼药的状态里 右手抬轻猛地一捏 立刻这七八旅冤魂 就瞬间 被白小春一把 捏在了手心内 这一捏之下 似蕴含了 某种奇异的规则 居然有一丝丝火光 从白小春的拳头里 散发出来 可很快的 这火光就慢慢散去 当白小春打开手掌时 掌心内空无一物 这一幕 看得一旁的周一 心撇了撇嘴 满是不屑 他这是在用 我周家的炼火之法 哼 我周家的炼火配方 来自九幽王所赐 虽不算是最顶级的 可也极为不俗 没有个几十年 乃至竖甲子的熟练 难以掌握 就算是一色火 也至少需要 一年以上才可成功 我在炼魂方面的天赋 族长都赞叹 就算如此 也都用了三个月 尝试了数千次才成功 此人分明有其他配方 可偏偏要学我周家的 自不量力 白小春皱起眉头 看着掌心 目中露出思索 推演许久后 他双目一闪 再次从储物袋内 取出七八旅冤魂 目光凝重 右手抬起 猛的一捏 这一捏之下 同样的一幕再次出现 随着冤魂凝聚而来 火光丝丝闪耀 可竟没有熄灭 而是越发地闪耀起来 当白小春伸开手掌时 立刻就有一团一色火 猛然间 在他的掌心内 熊熊燃烧起来 这一幕 让周一新顿时睁大了眼 目瞪口袋的同时 猛在了那里 他清楚地知道 不同体系的配方之间 很难兼容 一般来说 一个练魂师 只能擅长一种练火之法 很难同时掌握一种以上 就算是掌握 也都需调整很久 可眼下 这杏白的 卷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第二次就成功了 这让周一新吃惊的呼吸 都急促了一些 运气好而已 一定是这样 这杏白的运气不错 周一新咽下一口唾沫 安慰自己 可目中却不断地望着 白小纯手中的那团一色火